歡迎來到小和夫的世界,我是小和夫 大家好,我是小和夫,我和大家一起玩玩具 我們今天玩的玩具就是 沒錯,是由Toya City的Kelvin提供的 就是這一盒 Toywell TWM02C Requiem初回限定版 我們現在開箱看看 很大盒 我們打開它,看看裡面有什麼內容 我們打開它 這樣就會有尖頭部隊初回限定特典 我們打開它,看看是什麼 它就會有一塊地台版的東西 原來它還有一個支架 還有一些結合的構件 我們再拿它 還有一盒 都是一模一樣的,都是一個地台架 另外都是一個飛行枝架 還有一些接合的東西 好 然後呢 裡面呢 大家看看 就是我們的主體 沒錯,哇,很大盒 它就是我們的Requiem 好,我們準備打開它來看看 好,我們又打開它 嘩 真的好像拆禮物一樣 好,我們打開它 打開它 首先裡面呢 就是它的說明書 它有一張貼紙 還有這裡就是 有一張人物卡 然後裡面呢 裡面就是一些黑色的乳膠 就是法寶膠的乳膠 好,我們打開它 嘩 這裡就是我們的Requiem 主體 這裡有些飛彈 這個就是飛彈發射器 這個就是它的一對翼 應該在旁邊 我們又打開它 這個設計很細心 很明貴的感覺 好像BotCon一樣 這裡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打開它 我們看看裡面是什麼 咦 究竟是什麼呢 咦 這塊藍色的是什麼呢 我打開它看看 就是這樣的東西 這個以我所知 就是它在漫畫裡面的一個 好像手提電話一樣的東西 的一個通訊發射器 我們再看看裡面 裡面還有一袋這樣的東西 應該是用來封住螺絲位的 好,那我們就拿它出來玩吧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它的手感也是很重很紮實的 它就是用一個藍色 它這個也是很亮的 另外就是這個 好像金色的膠 有一點點像閃粉的感覺 有些金屬感 好,我們就來看看它的下半部 我們來看看底部 底部也是很整齊 沒有什麼破綻位 可以出來的 我們來看看 其實它還有兩支的火線發射器 可以安裝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安裝進去看看 這樣吧 好,我們就安裝進去 我們就安裝進去 這樣就安裝進去 好,我們就安裝進去 ok 是吧 還有飛彈 我們就發射來看看 多厲害 好厲害 我們先撿兩顆飛彈 因為這兩個飛彈很容易射出來 因為這個位置 基本上 一向下就已經射出來了 所以是相當危險的 我們就不要卡下去 免得射出來了 我們就把飛彈放在這裏 我覺得飛彈的形態也很漂亮 很實質 我們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輪子 我們可以從這裡拿出來 這樣 這裡也是 反向這裡 就會有一個降落模式 前面也是 前面也是一個輪子 輪子在裡面 我們就把這幾個輪子拿出來 這裡有三個輪子 先把這兩顆飛彈放在這裡 先把鏡頭調低 這幾個輪子很有特色 好像有彈弓一樣 可以按到上去 前面一樣 好像有避震的效果 很有趣 彈一下彈一下 還要好好推 好 還要是 很好推 好 我們就拿了 這個MP-11 Ram Jab 做個對比 好 我們就請到Ram Jab 一起對比一下 我們就看看 其實他們兩個的外型都很配合 絕對可以配合 一起配合 看看後面 對 對 反彈了 外型大致上都差不多大小 外型的尺寸都差不多 他們放在一起 MP-11T Thunder Cracker 再拿一齊出來對比一下 好 其實三架機都差不多大小 他們放在一起 都不覺得有什麼違和感 沒錯 我們不如看看他們的數據 好 好 我們現在就拿出飛行架 出來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初回特典 就是這個大型的地台 另外還有這個飛行的支架 就把它插在這個洞裡 就像這樣 然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可以這樣縮進去 我們直接 就把這個架的位置 就塞進來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有一個飛行的顯示 當然 其實我們也可以 可以拿出另一塊 另外這一塊 就組合了在這裡 就像現在這樣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你調高一點點看看 就是這樣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因為如果 你可以儲存一套 就有六塊這樣的板 就可以組合了不同的背景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就把它變成這個機械人模式 好 我們就開始變形了 首先我們就把這塊蓋 翻起來 然後 就把這塊蓋 鬆掉 然後 就把這塊 這個部分 抹開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 就向下鬆 現在這樣鬆了 然後 我們就把這塊蓋 就向上揭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 就把屁股下來 然後 就把這塊蓋 拉出來 就像現在這樣 這個位置 就把這塊蓋放進去 這個位置 就像這樣 然後 就向下鬆 之餘 這個位置 就把這塊蓋放進去 就像這樣 這樣 就可以摺進去 然後 就可以把這塊蓋放進去 有人上都把炮 拆走了 然後把這塊蓋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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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一隻腳,另一邊一樣 先把腳掛起來 然後把腳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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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到後面 然後把腳掛起來 把腳掛起來 然後把腳掛起來 把腳掛起來 現在把這個肌翼 向上方插起來 這樣把腳掛起來 之後把腳掛起來 先向旁邊拉開 然後拉長手 後面的一塊板就向後 整塊可以向後 然後把中間的位置打開 這樣打開 然後把中間的位置打開 這樣打開 然後把中間的位置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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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打開 旁邊的位置 兩邊都是 先把它打開 就這樣 反向旁邊 兩邊一樣 這裡都是這樣 對 也是這樣 然後把 這裡 這裡有個洞 看看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洞 後面有個接合點 在旁邊就能看到 這個接合點 接合了下來 這裡又是有個接合點 裡面有個洞 這裡又是有個接合點 旁邊也有個洞 我們就把它一次過 整好 就是這樣 另外那邊是一樣做法 先把它打開 先把它打開 對 我們現在就完成了一個 這樣 我們現在就變成頭的部分 先把它拿下來 或者這樣 這樣做會更清楚 對 我們先把頭的部分 先把頭的部分 鬆開 然後把它拉下來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 這個部分 就把它反轉 這樣 坑就向外 就這樣 塞 塞 然後把這個 關起來 就像現在這樣 好 接著 我們就把整個機頭 就這樣 塞 上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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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機頭 出來了 就好像現在這樣 然後下面那個蓋子 就關上去 把這個機頭 就這樣推回來 對 然後 左右那邊 就向裡面推 對 它有兩個接合點 就卡住了 對 好 接著 頭這個部分 就好正 就向外 向外 這樣 直接 這樣 這樣 它面孔 就會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向下 一卡 就卡住了 對 接著呢 肩膀這個位置 就要 轉了 對 對 然後 就把兩邊一樣 接著 它這裡 就可以這樣推到後面 為什麼呢 它現在後面這個位置 有個孔 這樣 這樣 推回來 就填補了 這些細緻位都不錯 就是這樣 然後 手這個部分 我覺得又是變得很好的 它這個手的設計 我未見過 這樣 這樣 向外 向外 它是一塊板 90度 這樣 這樣 接著 然後 就卡住 這個位置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兩邊一樣 都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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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我們的機械人模式 就完成了 完成了 我們先調低一點 先調低一點 我們要先調低一點 兩枝 肩炮 握回 手臂 這個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可動情況 看一看 頭部 可以 上下 可以 轉 可以 可以 360度 對 接著 向外伸展 可以 90度 另外 手臂 可以 有雙重 雙重 所以是很高 這裏 我們還未變好 我們 先把這裏 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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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腰部 可以轉 然後 腳 可以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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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度 向後 這裏 就會頂住了 不可以 到最盡 向外 就可以了 現在 向外 這裏還有一個 教位 變形的時候 可以使用 這樣 看 膝蓋 超過90度 然後腳 前後左右 後面 也是可以動的 就是這樣 好 我們把其他 MP11T和VMJAP 一起對比一下 好 我們就有 RAMJAP 還有MP11T Thunder Cracker 我們就看看比例 好 很明顯 看到 Toywell的Requium 比他們大 好 我們又 轉 他們來看看 我們就 反轉 看看 對比一下 我們這樣 對比一下 除了 高大 他們之外 其實 你見到 他們的完整度 都是他們三隻之中 最高 後面 這個收納 也是 平了 就不會 很多碎件 產生了 我們旁邊 看一看 Requium 他的實證程度 真的 令人滿意 不會像這樣 VMJAP 他 完全沒有收好 和難站 很鬆散的感覺 反而 Requium 給人的感覺 變形 又放心 和 玩的時候 也是放心 我們最後 用G-1 紅外線 看看他們的 高度 和重量 就是這樣 我們最後 看看 其實 史和夫 這次 是相當 滿意 Toywell 這款 Requium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有些 有些金屬件 這些部分 也有金屬件 可動程度 也好 當然 有一件事 會令到 有些 齒輪關節控的人 就失望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全身都沒有任何 齒輪關節 但是 其實 他的關節 都做得很實 雖然 沒有齒輪關節 例如 這些 這些動作 其實都是可以放得到的 對 我們看看 能不能放得到 其實都是可以放得到的 這樣也能放得到 對 單腳也能放得到 另外 他的變形 如果是10分來說 他的變形系統 我可以放得到 9分 因為 真的很流暢 他的手 面部 這些設計 真的 一流 另外 也有很多 配件 通訊器 可以讓他拿著 他的手指 全部都可以動 當然 如果是比例控的朋友 也會覺得 有些問題 就是 他很健碩 很健碩 超級健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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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以史和夫所知 Toywell 其實是會把所有 飛機小隊 推出一次 除了尖頭三兄弟之外 聲聲叫 他們也會改武 再推出 所以 如果隔離玩 這隊 飛機小隊 可以完全 有他們自己的系統 我覺得 這次 Toywell Requiem 史和夫真心 從包裝 到玩具的質素 都是一流 我給他很高分 好了 今天的評論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師兄喜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誰准來拜拜 我還沒出場 不好意思 各位 阿某Sir 或者... 下次先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 史和夫的世界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給我 當然 如果喜歡本集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叫多些人Subscribe我 因為你們的Subscribe 就是我的動力來源 多謝大家 拜拜